好 音乐才子蒋荣宗他发布了第二张的全新配乐专辑 融合了古典和电音的特殊曲风 一推出就受到青睐 受邀成为知名节目的配乐 他去年呢更受到了上海市教育局邀请领衔表演 出身于音乐世家 今年才18岁 已经能全创作编曲 而这张专辑也宛如他的成年礼 音声帅气息中指尖在琴键上轻巧飞舞 音乐才子蒋荣宗选在18岁 发布第二张全创作配乐专辑 融合古典和现代曲风 要让乐迷体会不同的音乐感受 这次想要尝试是一种新的一种概念 就是把一种电音跟比较古典 做一个跨界的融合 然后想要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曲风 这次蒋荣宗18岁的一个成年礼 就是他的第二张专辑 蒋荣宗父亲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蒋三醒 笑说这张专辑就像是18岁成年礼 不过虽然蒋荣宗现在还是大学新鲜人 去年却已经受到上海市教育局邀请 在全国学生运动会开幕式领衔表演 醒目的红色钢琴配上动人的旋律 蒋荣宗在中国打出知名度 今年全创作专辑也受到电视台青睐 受邀成为知名节目配乐 不过为了创作这张专辑 蒋荣宗不眠不休还瘦了五公斤 这张专辑从作曲编曲然后后制 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几乎有睡觉啦 但是很少 出身音乐世佳蒋荣宗还有个知名歌手 姑姑江灵 这次也特别肯定她的创作 二姐就是江灵她的姑姑 昨天还打电话来跟她恭喜 希望她再多创作 多比如说演奏曲或者是以后的 大众的流行歌曲 其实她都可以去尝试 把古典融入电音 蒋荣宗新专辑打破不同曲风限制 也证明音乐有更多可能性 记者主持人吴月荣台北报道